12架F-16V战机以手指队形飞越管理台前 庆祝空军正式结装升级版战机 地面展示更是带有玄机 面对中共航舰时不时出没我附近海域 此话亦有所指 而其中9架F-16V也挂在AIM-9X响尾蛇飞弹 能搭配头盔瞄准具有效击杀空中目标 换装现场的12架F-16V也特别都挂在了这枚飞弹 美国树台AIM-1两栋飞弹长达20年 一直到今年5月才经美方点头 首度在我东南空域实弹射击 首射人员之一的第二次作战队分队长龚尚慧 也参与这次空中分裂式表演 空军除了展示购改升级版的F-16V 也首次近距离对外展示出了狙击手的标定夹舱 除了展示F-16V的空优能力之外 也再次强调它的对地能力 碰上共军威胁空军似乎有意用战事方式对外秀果事局外强大战力 尤其国安会秘书长也这么演判 中国要以武力来夺下台湾 按照我们现在的评估 它当然还是要以快速作战方式来形成一个继承的事实 让外力难以介入 分析对岸攻台想凭首战及中战 无方喊出敌想办法让共军联手战斗不敢下手 TVBS新闻支持位刘婷婷嘉宜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